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7日,星期一 很久沒有說過烏克蘭長漲 能量2月打到現在 2月打到現在,打了9個月 差不多9個月,不算那些 號數,差不多9個月 烏克蘭因為現在沒有了星鏈 以前我相信是大受打擊的 EonMask 烏克蘭說沒有錢給星鏈 之前伊隆馬斯克說是免費提供的 為何會突然說沒有錢 我也不知道他怎樣 烏克蘭很緊張 俄羅戰爭持續,在前線失利的俄羅斯 近日不斷空襲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多個城市,斷水斷電 目前烏克蘭境內四成的能源設備 已經遭到損毀 只有六成 為了維持有限度供電 當局周六宣佈在七個地區輪流停電 首都基附當局指,如果全市都停電 將會疏散三百萬居民 市長指責俄羅斯的做法將會使 我們全部人都死亡 說到這樣 基附市長指責俄羅斯那邊 他的做法將會使幾乎三百萬人都死亡 現在寒冬來臨 烏克蘭的溫度幾乎跌到零度 市民依賴的熱力供應和暖風機生存 在斷水斷電期間 他們不可以燃燈,電視,煮食,連熱水都沒有 真是分分鐘死亡 國企能源公司烏克蘭那邊說 幾乎部分地區在11月6日 即昨天 就被安排輪流停電 有工程師因為沒有足夠的配備 而無法修復被炸毀的發電廠 此外多城市 赤尼希夫 赤卡什 日托米爾 蘇梅哈爾科夫 波爾塔亞等 也需要暫時停電 為了應對有關的情況 烏克蘭正起一千個 立即起 避寒中心應急 基赤市長警告 如果俄羅斯繼續打我們的能源設施 市民需要作出最壞的打算 在溫度降到零下 零度以下的時候 基赤市 或者會陷入全面停電 斷電 斷電 斷水 斷熱力的供應 我們正盡一切可能 阻止這件事發生 但坦白說 我們的敵人 亦都要盡一切可能 使我們的城市失去熱力 電力 和食水 換言之 使我們全部人都死亡 國家的未來正視乎 我們如何應對 這個情況 嘩 這把俄羅斯 是 他真的想殺平民 玩到這樣 Yon Mars 你快點給他們生鏈用 不要搞這些事 好了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看得眼濕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你們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你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